回到這個疫苗 我一直認為說 我一直認為說 這個蔡政府 蔡政府 他並沒有很積極的 要去買國外的疫苗 積極不是這樣子 雖然他跟我們講說 半夜去打電話 你打給誰 你怎麼告訴我們 總統打電話很嚴肅的事情 你打給哪幾個國外的大官 那你跟他講什麼 要求什麼 那結果有沒有 這讓我們知道一下 他之所以沒有很積極 他就是要護航國產疫苗 我就不懂為什麼 國產有疫苗當然 我們沒有人反對國產疫苗 但在這個關鍵時刻 對不對 有疫苗很重要 而且這個疫苗要確實可靠 你不能拿台灣人 當白老鼠來實驗 國外這些疫苗 一期二期三期 三期都是要三萬人以上 在做實驗 他們現在說我們不做了 我們不做三期 因為太貴了 你不聽到那天林宙言講 他說不行 要做三期 因為我們要做三萬人 每個要兩萬美金 三萬人每個兩萬美金 乘起來是六億美金 六億美金你除除看 他划不來 每個人多少錢 他不做 他就不做 國外有疫苗 你一直說 我訂了 我訂了 我訂了三千萬劑 那在哪裡呢 所以柯文哲也說 你就是要等國產疫苗 你整個做的就是要等國產疫苗 到底為什麼 我是不解 國產疫苗的股價漲了十倍 你就是要等這個東西嗎 說賺錢已經賺了一百億以上 你就等這個東西嗎 之前你還可以這樣拖 是因為沒有疫情 所以你就拖就拖吧 我講你也不聽 你現在疫情你還搞這個東西 那你不發國難財嗎 你什麼意思呢 柯文哲說 大官常常講有多少疫苗 現在說幾月了 疫苗在哪裡 現在五月馬上過去了 疫苗底對 在哪裡 不是沒有疫苗 你 昨天沈富雄講 他說起碼有二十條線 疫苗公司 疫苗很快就會功過於求了 全世界疫苗廠都在做 現在就是時間 對不對 美國川普下的訂單 美國可以買28億劑的疫苗 美國只有三億三千萬人 他在去年六七月就下了100億美金 他的訂的量是28億劑 所以到最後一定會多 但是問題是你等不及 現在我就要 對不對 你現在趕快給我 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國產還去湊熱鬧 你湊什麼熱鬧 我不懂你什麼意思 疫苗 就問你 疫苗在哪裡 來 萬維 其實他這個疫苗 一直都不是很透明 剛才講到說國產疫苗 台灣有能力做出一個 國際享譽的疫苗 其實是我們期待的 不過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只要蔡英文總統說 他的這個疫苗 是要留給這個國產疫苗打的 股價就漲 那他說這個八月 可以打到這個疫苗 那這一千劑裡頭 那我們還有期待 一千萬劑裡頭 那還有這個國產疫苗 股價又漲 不過因為今天收多少 是沒有看 大家好像也快要接近四百 但是坊間其實 已經好久了就是在講 這支疫苗一直要炒到800 要炒到800塊才肯放手 那當然我想說 這有沒有應該要 這個檢調介入去調查 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人在炒作這支股票 那炒作這支股票 如果是真的話 那真的很糟糕 很該死 因為這是全民的健康 這是老百姓的生命 那到底有沒有這個疫苗 那二期的這個人體實驗 實驗的這個數據 詳細的報告 其實我們也沒有看到 那三期的人體實驗 真的能夠在這個七月八月 就可以做完疫苗 馬上就可以上市讓大家來打嗎 我覺得這打了很大的一個問號 那回過頭來我們講到說 我看到這個陳時中哭 其實台灣人真的非常善良 只要看到他哭哽咽 落淚 好像心頭都突然這麼一軟這樣子 不過今天 我跟很多這個基層的員警在講 基層的員警說 他這次哭了感覺真好 我問他說為什麼感覺真好 他說他這一哭大家就想到了 我們其實警方 其實在這一波的防疫工作當中 不管是在檢疫所 在地方防疫 或者現在要做很多例行性的 怎麼查查看有沒有八大還在開 或者沒有戴口罩也要找警察 還有很多很多 現在這個疫情上面大家的焦慮 很多人都說那你就去報警吧這樣 那這些警察其實都非常的高風險 可是他們就在開玩笑說 我們終於在陳時中落淚之後 哽咽之後 我們從之前是在第五類 我們終於從黑五類 要是可以升等了 聽說現在一升等可以升等到一類二類 其實也有基層員警在跟我反映說 在之前那時候疫苗 那時候還有開放 就公費施打一部分 然後自費施打的部分 其實沒有那麼多人 所以那時候即便是警察在四類跟五類的時候 如果他那時候去登記施打 他是可以打得到的 可是為什麼沒有打 第一個我要講 當大家對AZ疫苗覺得他這個血栓的狀況很多 然後可能有疑慮 不是那麼清楚的時候 其實我們並沒有看到指揮中心或是陳時中 強力出來解釋跟背書讓大家安心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當大家現在想要打的時候 所有的這個自費疫苗全停了 我一個好朋友跟我說 他好不容易排到五月二十號 結果之前就停掉了 他也不能去打 好 那現在呢 國外要來買疫苗 那我們發現 其實都有很多的困難重重 那甚至於我們不知的原因在裡面 那蔡總統這次又出來講 那不知道他是為了什麼原因又出來講 不過股票還是大漲 那他說這個六月份八月份 這一千萬劑都會 都會有疫苗進來 可是我記得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就問過陳時中 是不是六月份我們有疫苗可以打 陳時中錯 他說三月 三月就可以給你們打疫苗 結果三月到現在五月疫苗在哪裡 那蘇貞他也信誓旦旦說過 不管是COVEX他是要這個476萬劑 AZ的一千萬劑在第二劑 或者是莫德納的五百萬劑在第二劑 可是我們到現在 都只有聽到一堆數字環繞在我們的耳邊 沒有看到半個實際的這個疫苗 能夠進來 我想這個疫情的下半場 最重要就是疫苗 不管大家心裡盤算的是什麼 在想的是什麼 我拜託大家 可以把老百姓的生命 跟全台灣人的健康 放在第一位好嗎